2021年5月4日,光之兄弟群体为进入过渡期做好准备,传导莫尼克·马修、译者·卢颖 你们要想真正准备好进入过渡期,首先要做的仍然是清空自己的行李,净化自己的意识和能量,同时不再对就世界的任何东西有过多依恋。 此外,你们也要更加宽容。当小我受到冒犯时,你们得学会放手,学会超然地看待一切。 如果你们的存在状态和所作所畏受到了指责与批评,千万不要在意,不必去理会那些令你们不舒服的事。 对于那些仍在沉睡,却自以为清醒的人应该抱以深深的同情。 他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是清醒的而你们在沉睡,是因为你们已不再和他们处于同一个世界,已经和他们拉开了距离。 这没有关系,由他们去吧,要避免和任何人发生任何冲突。 这很重要,万一卷入了冲突,你们可以明智、平静、心怀圣爱地去化解这些冲突。 你们也要避免进行任何评判,人们都是如其所事的,你们也是如此。 在某些人看来,你们是很难交往的人,这没有什么,那是他们看待你们的方式。 他们以这种方式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你们。 你们不必为这种事气恼,你们会越来越容易接收到他人的想法。 不要被那些想法所干扰,不要去管他们走你们自己的路。 就算感觉到别人对你们怀有敌意,憎恨或别的负面想法,也不要放在心上。 我们请你们大大地放手,这非常重要,不要再被困在你们的想我中,不要再被困在对他人看法的顾虑中。 别人如何看待你们是取决于他们的存在状态。 你们应该明智地放手,抛开所有令自己不快、失衡的东西。 我们再次强调,你们不要评判任何人或任何事,不要陷入负面情绪中,尤其不要陷入恐惧之中。 恐惧的震动非常强大。 莫妮克,他们让我看到一团很厚,很厚的阴云包围住人们,渗入人们之内,让人们做出不理智、不稳妥的行为。 总之,你们要对周围一切抱有巨大的宽容,当然也要对自己非常宽容。 我们提的要求可能有点耳朵,但这都是你们每天应该做的功课。 我们也请你们适当帮助那些情绪失控的人,请怀着圣爱,不带丝毫平叛的。 温和地对那人说,你也许应该放手。 语调要亲切、温柔、适度,假如你们说出冒犯、冲撞他人的话,那会阻碍他们的进步,而不会帮到他们。 总之,你们若想帮助人类兄弟,就得注意自己说话的方式。 此外,你们也要日益学会开心、快乐,即使在生活中受到了打击。 那些打击有时是必要的,可以让你们觉悟并净化。 要是那打击非常沉重,你们得尽量领悟他出现的原因,弄清他是要让你们学会什么,这样便能接受和超越他。 请放心,你们肯定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智慧,因为你们正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灵性道路上。 你们所拥有的力量远超出自己的想象,我们会一直在这里用我们的能量、圣爱、讯息帮助你们,让你们为进入过渡期做好准备。 'dan